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就要着重的考察 他不是探讨原始社会内部结构关系 如果摩尔根只是探讨原始社会内部结构关系的话 恩格斯所探讨的是什么 家庭的能动性 对整个社会发展的变化 因为恩格斯和摩尔根考察不一样 摩尔根只是说 我把原始社会的内代结构揭示出来就可以了 但是恩格斯的目的是什么 我要揭示这个史前史的社会 这样一种文明社会 是怎么过渡到成文史的社会的 它是怎么从一个较低级的文明社会 进到一个较高级的文明社会的 那么这样一个文明形态的变革问题 是从哪儿产生出来的 所以恩格斯考察的这个思想点不一样 如果这个摩尔根仅仅只是揭示 这个原始社会的结构就完成了的话 那么恩格斯在这儿呢 只是他是把这个摩尔根的这个结论 作为他考察的一个起点 就是他结构节制出来了 恩格斯是从这个结构上来进行发展 是作为他全部研究的起点 所以在这个起点上呢 恩格斯就要研究的是什么呢 研究的问题 如果他把这个结构解释出来 恩格斯就要解释 家庭当中能动因素是何以可能的 既然它是能动的因素 它是推动亲属制度变化的因素 那么这样一个能动因素是如何可能的 它是怎么破坏这个亲属制度的 又是怎么这个最终 它会不会导致这个亲属制度的最后的灭亡的 然后产生出新的社会形式来的 所以这样一来的探讨家庭的这样一个形式 它的变化 它的内在的能动因素 就成了恩格斯整个考察的一个起点 考察的起点 那么在对这个家庭形式的考察当中呢 家庭形式的考察当中呢 为了说明这个问题 恩格斯考察了这个血缘家庭 从这个普鲁纳亚家庭 再到对偶之家庭 最后发展之装偶家庭的这样一个历史演变 这个普鲁纳亚家庭是一个什么形式呢 因为一般的来说应该先看一看 这个家庭是有这回国家起源的 但是我想的话可能很多同学还没看 所以我就讲一下 就是一个伙伴关系 也就是一种群婚制 是一种群婚 那么这样一种家庭呢 就是它没办法去区分这个孩子是谁的 就是大家是群婚不分这个兄弟姐妹的 那么这就是一个大的家庭 典型的血缩家庭 然后到对偶之家庭 对偶之家庭呢 就是建立了这个相对稳定的这样一个关系 婚姻关系 就是相对稳定的这个关系 那么这个稳定关系就是说实际上就是有稳固的 这样一个一个一个夫妻的这样一个关系 那么到最后的专偶之家庭 专偶之家庭呢 实际上就是一夫一妻了 就是一种强制性的这种这种一夫一妻制 那么它通过这样一个关系的考察 那么这样一个关系 这个家庭的这样一个历史演变 实际上就形成了什么 从血缘关系到社会关系的这样一个转变 社会关系的转变 而在这个转变过程当中 能够从这个以血缘为纽带的 这个兄弟姐妹的这样一个通婚的 这样一个一个一个家庭啊 过渡到这个以社会装某制的家庭 那也就是说家庭当中啊 社会关系占出了主导地位 占出了主导地位 那么这样一个家庭关系的考察 恩格斯通过这个考察就揭示了什么 就是说在家庭当中 它作为一个人动因素当中啊 它包含着两种因素 是吧 包含两种因素 一种是什么 是血缘 是血缘关系 一种是血缘关系 那么还有一种是社会关系 也就是说 那就要研究 在这个血缘关系 家庭的能动性啊 作为一个家庭的因素 它的因为恩格斯要解剖它的过渡嘛 所以它就从那个摩尔根的结论开始 既然这个摩尔根说家庭是能动的 而亲属自主是被动的 那么家庭为什么会成为能动的 他就要分析通过这个考察 从普鲁纳亚家庭 然后到这个装偶制家庭的这样一个演变 他就发现什么 就说实际上家庭当中啊 它有两种 任何一个家庭呢 它是受着两种关系支配的 一种是血缘关系支配 那么另外一个呢 是社会关系的支配 他就认为了在这个血缘关系和社会关系当中 社会关系是指家庭活得能动性的决定方面 正是因为家庭中的社会关系 推动了家庭形式的变化 家庭形式的变化 所以呢就说社会关系呢 是推动家庭形式变化的内在动力 正是因为有了这个社会关系方面 所以家庭才成为了亲属制度的对立面 血亲制度 因为你血亲制度它是什么 它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 所以家庭周围能动去推动它 推动它改变的是什么 他们是一个对立物 他们是一个对立物 这个对立是什么 不是家庭当中的血缘关系和这个亲属制度相对立 而是家庭当中的社会关系和这个血亲制度呢相对立 所以家庭形式越发展 也就是说它的社会形式越来越发展 而它的血缘关系呢 这个血缘关系啊 它就越来越淡 越来越淡 那么随着这个社会关系的发展 最后它就要推翻这个亲属制度 就要以社会关系来代替血亲制度 所以它就说呢 或者说呢 家庭形式越发展 它就越远离原始的血亲制度 而庄某制的这个家庭呢 就是人类文明社会的第一种形式 就是人类文明第一种形式 也就是说 当庄某制家庭出现的时候 那么也就是说 家庭呢 活得了一种完全的社会形式 完全的社会形式 它的血缘形式呢 在这儿呢 就是不起决定作用了 也就是社会形式啊 取作用 那就说 家庭呢 活得了一种社会的形式 从血缘 一开始的这个血缘形式 走向了这样一个社会形式 所以它的出现呢 标志则原始社会 亲属制度的终结 和人类文明社会的产生 温克斯在分析 庄某制家庭的时候 特别强调的一点 他就指出 他说 庄某制家庭的最后胜利 乃是人类文明时代 开始的标志之一 它是建立在丈夫的统治之上的 他最明显的一个 他说 其明显的目的 就是生育有缺着无益的 生父的子女 而确定生父之所以必要 是因为子女将来 要以亲生的继承人的资格 继承他们父亲的财产 继承父亲的财产 庄某制家庭和队某制不同的地方 就在于婚姻关系要牢固得多 这种关系 现在已经不能由双方任意解除 这是通力 只有丈夫可以解除婚姻 赶走他的妻子 对婚姻不忠的权利 这时至少呢 仍然是有习俗保证丈夫享有 就说这个时候啊 只有这个丈夫有权利把妻子赶走 妻子是没有权利这个 离异丈夫的 离异丈夫的 他说而且随着社会进一步发展 这种权利也行使得越来越广泛 如果妻子回想其昔日的信的实践而想加以恢复时 他就要受到比过去任何时候更严厉的惩罚 那么这个恩格斯啊 他这一个描述啊 对这个庄某制家庭的描述啊 这个分析呢 他就指出了这个现代家庭 也是整个人类文明家庭的一个 社会的一个最重要的特征 就是说他是父权制 他是父权制 呃所以从这个人类文明的角度啊 来说明这个呃 所以的他就在从这个人类文明的角度来说明了 这个家庭形式变革的这样一个意义 他说这个母权制被推翻 乃是女性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失败 丈夫在家中也掌握了权柄 而妻子则被这个贬低 被奴隶变成丈夫淫语的奴隶变成了单纯生孩子的工具了 那么这个恩格斯呢 这样就通过考察家庭史啊 确立了从这个性别的角度来考察人类文明史的这样一个思路 恩格斯的这个成果 后来对第二国级的马克思主要可以说产生了很深的影响 这个影响的是两个 一个呢就是说第二国级的马克思主义啊 就是说都是从这个一个是从这个对性别的这样一个研究 家庭的研究啊 这个成果很多 这个成果很多 第二个呢就是他们对这个家庭 包括对这个 整个这个经济的研究啊 形成了一种什么像人类学的研究 它是一个历史的描述的一个 历史过程的一个描述 而不是仅仅的一个局限在这个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上面的分析 而是做一个历史性的这样一个描述 所以呢实际上呢就是晚年对 这就造成了这个第二国级的这个维吾史官的研究的一个一个很重要的成果 包括他们对这个以前马克思那个恩克斯那个时代很少对这个家庭史进行研究的 他们走了很多研究 包括还有一个呢和家庭相研究的 就是这个对伦理思想 对家庭的整个社会的伦理思想展开了很多的研究 而不仅仅是这个政治学的这样一个批判 那么这是恩克斯啊 研究的这个第一个方面的内容 就是通过研究啊 这个家庭的这样一个人动关系啊 也家庭和亲属制度的这样一个 特别对家庭内部的这样一个解剖啊 他的血缘关系和这个社会关系的这样一个分离啊 来进行这个来进行研究 那么进一步啊 恩克斯呢 我们说这个既然家庭呢 他受着两种这个两种这个因素的这个引导 一个是血缘关系 一个是社会关系 那么怎么样看待他的社会关系 怎么样看待社会关系取代血缘关系的 在这一点上呢 恩克斯就进一步考察了家庭和私有制的关系 家庭和私有制的关系就是 也就是说 什么东西使家庭的这个社会关系 具有能动性能够推动家庭的发展 那么他的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私有制 就是私有制 具体的说 这个私有的因素 这个这个社会因素呢 就是私有制 所以呢 恩克斯认为私有制 是家庭获得社会形式的全部基础 家庭获得社会形式的全部基础 这也就是说啊 这个我们可以看出典型的这个西方这个家庭的一个特点啊 在西方啊 家庭是私有制的一个单位 那就是说意味着什么呢 它是一个社会单位 而不是一个血缘单位 这个跟那个东方是不一样的 比方说像在中国 中国的这个家庭啊 它是一个血缘单位 而不是一个社会单位 所以这个家和国家它是不分的啊 它是它是它是一致的 所以它很难的这个你这个家庭呢 它很难的冲破这样一个东西 它总是受了这种很多这个血缘的这样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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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系的这样一个影响 一直到一直到这个我的年纪啊 就是一直到那个我们这个建国以后五十年代 一直到七十年代以前啊 就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前 实际上我们国家整个的在两个系统里面 就是保持着两个系统 在农村呢 基本上是以家庭为主体的这种血缘关系为主体的 那么在这个城市 在工厂 在机关里面 它基本上呢 就是这个少数的部分呢 它是以这个社会为这个主体的 以社会为主体的 所以它那个家庭呢 就是很小的 那么这样一个 就是这样一个形式 但是恩格斯在强调这个家庭啊 它的这个社会形式的全部基础是私有制的时候 实际上呢 也就指出了 家庭在西方一开始 它就是一个社会单位 是一个私有制的单位 所以当家庭获得私有制的这样一个形式 这个形式的时候 它就使什么 家庭重构 随着它的私有制的发展 也就是说它的 那么私有制作为一个社会形式 它肯定 我既然要 亲属制度 它一定是一个 一个世储的啊 它是一个 应该是一个团体的 一个整体的 一个血清的啦 所以它是一个整体 它怎么能拥得下私有制呢 所以私有制发展起来 它必须要打破你这个血清制度 私有制 所以这样也就说私有制作为社会因素和血清制度对立 是因为什么 是因为私有制和这个血清制度的这样一个对立 所以恩格斯在这儿结束的是私有制 所以这一点呢 它认为突出的表现在 在装偶制的家庭的起源和变化当中 它说从这个装偶制的家庭的起源看 从对装偶的从对偶制家庭 向装偶制家庭转变的直接动因 就是财富的私有化 及其所引起的财富的这样一个继承问题 为什么这个一定要确定这个孩子的生父是谁 一定要确定 因为这个财产是 它转到父权制了 那么就是说父亲这个财产是以父系为当位来继承的 那么这样的话就必须要确定 确定自己的子女啊 一定是自己的子女 否则它是没有继承权的 它是没有继承权 所以实际上呢 这样一个对偶制家庭和装偶制家庭的这样一个区别 就他的家庭形式而言 他比方说如果要从家庭形式而言 他都有丈夫妻子和子女 所以家庭成员呢 还有明确的这样一个分工 比方说 丈夫呢责任的是这个获取食物和必须的劳动工具 那么这个妻子呢 是管理家庭和管理家庭的用具 这是从这个家庭的成员来说 它没什么变化 但是从社会制度 这两种家庭的基础和制度目的来说是完全不同的 对偶制家庭是以自然为条件 它是一种自然的分工 就是说是一种自然的分工 而财产呢 它是以女婿来计算的 因为她没办法确定这个父亲是谁 所以她是以母婿为计算的 单位的 保存的是什么 世储的财产 她以母婿 只要这个女方不走 就在这个世储里面 所以不管你是哪儿来的这个男性 你生的孩子 反正都属于这个世储的 它是保存这个世储财产 但是呢 装偶制家庭呢 它是以经济为单位 因为它是私有制嘛 它以经济为单位 所以家庭内部的这个成员的分工 它所保存的这个财产 保存它的这个继承 它的全部目的是什么 保存一种私有财产 而不是保存世储的财产 也就是保存你这个家庭本身的财产 所以为了保存这个家庭的财产 它必须要以男性的计算为世系 那么这样呢 就是说 最后呢就到着 由于这样一个变化 一个社会形式的变化 所以父权就是代替了母权制 而成为这个人类文明的主要家庭形式 主要家庭形式 可以看得出来 所以恩克斯就分析 从对偶制家庭到专偶制家庭 是家庭的一次质变 就是这样一个制度变化 是一个质变 而推动这个质变的呢 就是私有制 是私有制 所以呢这样的恩克斯啊 就开阔了专偶制家庭的特点 他说专偶制家庭呢 绝不是个人性爱的结果 它同个人的性爱绝对没有关系 因为婚姻和以前一样仍然是一种 权衡厉害的婚姻 就是专偶制不是以自然条件为基础 而是以经济条件为基础 也就是说是以私有制 对原始的自然产生的公有制的胜利 为基础的第一个家庭形式 丈夫在家庭中 具于统治地位以及生育 只可能是他自己的 并且应当能继承他的财产子女的 这就是希腊人坦率宣布的 个体婚制的唯一目的 那么在这个地方呢 可以说恩克斯啊 是开阔的专偶制的 这样一个家庭的这个重要特点 一个呢 就是说他的婚姻是以利害关系为基础的 就是他不是以性爱为基础 而是以这个 特别是以财产关系啊 他是为基础的 互相之间的这个利益关系 那么第二个呢 就是说他是以经济为基础的 家庭的一种社会家庭形式 或者明确说 他是以私有制为家庭的 为基础的这样一个家庭形式 第三个呢 他是作为个体婚姻形式的 他的作为个体婚姻形式的 全部目的呢 就是保持私有财产和他的继承权的问题 所以这样呢 就是说强调啊 家庭呢 他作为一个社会当位的 这样一个特点 第四个呢 他是以父系的 世系为财产的继承单位 因而呢 是父权制社会的家庭形式 家庭形式 恩格斯认为这种家庭形式的 最高形式呢 就是这个资产阶级的家庭 家庭 他说在这个阶段上 他说缔结婚姻的自由啊 得到社会承认 资产阶级讲究这个婚姻自由啊 并且被宣布为人权 他说但是这样一个资产阶级的家庭形式呢 都只是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形式的一种表现 因为这个讲的这个自由缔结婚姻啊 他实际上什么直线于阶级当事人内部享有的自由 所以呢 他认为了这个本身啊 这个婚姻的地结最根本的呢 还是要受这个私有制 受财产所支配的 受财产所支配的 而不是以这个性爱为基础的 以性爱为基础 他认为以性爱为基础的婚姻呢 应该是共产主义的这样一个婚姻形式啊 那是一夫一妻制 一夫一妻制 这是恩格斯啊 对这个家庭的这样一个考察 最家庭的这样一个考察 最后呢 他考察了分工对家庭和私有制的意义 强调了这个家庭的革命 家庭的革命啊 和私有制的权力呢 都是从分工里面发展起来的 从分工里面发展起来的 那么在这个分工当中呢 他认输了三次大的分工 第一次大分工 就是说带来了这个 他就是从游牧民族啊 就是游牧民族从野蛮人群中分裂出来 他认为这个分裂呢 产生了商品经济 产生了商品经济 这是第一次大分工 那么谁说第一次大分工呢 他就说觉得分裂出了两个阶级 分裂出了两个阶级 随着这样一个分工的发现 这个恩格斯分析了这样一个分工 就认为啊 在这个分工当中 一个方面是带来经济活动 商品生产的出现 那么同时产生了这个家庭的分裂 由于这样一个分裂呢 他说这个男女的地位 在家庭当中也不平衡 也就形成了不平等的 所以恩格斯通过对这样一个 第一次大分工呢 就揭示出了 世俗社会向阶级社会的转变 与家庭的自然分工 向社会分工的转变 是同一个过程 是同一个过程 所以在这个地方 我们可以看到恩格斯啊 正是通过这三个方面的分析 就是家庭分工和私有制的 这个关系的这样一个分析 揭示了人类文明的起源 反过来也可以说 如果不连就家庭及其历史演变 人们就不可能了解 人类文明的起源 和前今为止的 人类文明社会的这样一个结构 这就是恩格斯啊 对人类文明起源的 这样一个分析和解释 今天就讲到这儿